爱哭的猫头鹰 比利时的菲利破高森斯图 于山翻译 保地利的鲍尔菲尔斯特文 这是什么叫 海豚绘本花园 这个应该是一系列的 不是一系列版 应该在一个推荐的 一个出版社里面 精选的 如果谁喜欢这本的话 就去 那么精选天猫淘宝亚马逊 当当去购买正版 在这里稍微介绍推荐一下 开始吧 雾蒙蒙的森林里 突然传出了一个可怕的哭声 难道是威尔博老狼又回来了吗 动物们想 但不可能啊 因为这只老狼已经死了 好长好长时间了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样吧 刺猬还是高高的竖起了身上的尖刺 因为这样一来 一旦有危险 它就可以缩成一团 用刺来抵抗敌人了 哭声越来越大 刺猬脑子里全是幽灵和狼群的影子 不过当它悄悄走出最后一片灌不从时 却发现 原来是 原来是一只小猫头鹰在哭呀 小猫头鹰宝宝伤心的哭着 声音变得越来越大 我这声好不太好听似的 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那 呃 刺猬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呀 你是不是从窝里掉下来了 小猫头鹰摇摇头继续大哭着 这时乌鸦飞下来 落在猫头鹰宝宝身旁 小家光你怎么了 想不想做个游戏呀 乌鸦搜集了好多彩色石子 放在小猫头鹰面前的草地上 来吧 我们来玩扔石子游戏好不好 但是这个小宝宝摇摇头 仍然哭得不停 松鼠也蹦蹦跳跳的 来到猫头鹰宝宝身旁 发生了什么事呀 你是不是饿了 松鼠把一个好大的坚果 塞进小猫头鹰嘴里 可这个小宝宝把果实吐了出来 继续大哭 猫头鹰不吃坚果 只有你才吃呢 猫头鹰刺猬和乌鸦一口同声地说 这时胖胖的燕鼠从土里探出了头 怎么了 过来孩子 不要哭了 我给你一些好玩的东西 在草地上忙碌了一阵后 燕鼠带着一个彩色花环回来了 他把花环带在猫头鹰宝宝的脖子上 可是小家伙还是摇摇头 继续大哭 全世界都欠他了呀 这时 鹿角甲虫晃动了他的大鹅 慢慢地走了过来 他神色严肃地看着小猫头硬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这可挑剔的淘气鬼 瞧 一把大家都赶走了 我是不是应该恰一下你的小屁股呢 他慢慢地靠近猫头鹰宝宝 一堆大鹅巴出咔咔咔咔的声音 可是小猫头鹰仍然要要哭 哭得更厉害了 声音也更大了 猫头鹰应该能吃那玩意儿吧 都是因为你 别的动物责怪甲虫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吓唬一个猫头鹰宝宝呢 我也不像这样 这是开个玩笑吗 鹿角甲虫后悔地说 就在这时 他发现了一张很大的废弃的蜘蛛网 好吧 他马上用大钳子摘下蜘蛛网 边拖边叫着 快呀 大家快来帮帮帮忙 我们可以把小猫头鹰放在网上摇啊摇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蜘蛛网能用来 好吧 于是大家把小猫头鹰连同花环一起 放进了像吊床一样的蜘蛛网里 开始摇晃 好心的胖燕鼠还轻声哼起了燕鼠摇篮曲 可是小宝宝还是不停地哭着 直到他突然飞出了这张雕方 他扑腾着飞到了妈妈的翅膀下 猫头鹰妈妈紧紧地抱住小猫头鹰问 好了 你是我的小宝宝 你又大哭了对吧 出了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吗 刺猬乌鸦松鼠燕鼠和鹿角甲虫都竖起了耳朵 他们对问题的答案也很好奇 这时猫头鹰宝宝停止地大哭 他从左向右看了看 每一个陌生的朋友小声一动 我不记得为什么哭了 遇到爱哭的宝宝 分散注意力无效 讲道理讲不通 宝宝就是不肯妥协 依然哭闹不止的时候 不妨可以采用短时间拒绝的方法 让宝宝尽情哭一会儿 学会自我反省 如果宝宝一哭 家长便妥协 有求必应 反而让宝宝以为用这样的手段 有神奇的威力 能让自己得到满足人 当宝宝苦恼不休时 爸妈可以现身呼吸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 冷静地抓住宝宝的心理 再根据不同的状况 巧妙应对 方苏珍的 中英儿童文学作家 再根据不同的状况 巧妙应对 最难的就是最后一句 对吧 就像一个万能的公式 没那么容易 OK 希望对大家敲响会本 什么的有帮助 读的不好 主要为了让你去购买正版 自己看 或者是你读出来 对我读的好 那就太棒了 那就上了我读了 希望各位开始阅读 学习思考 拜